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在之前的影片呢 我們拍了一集 打死怪物最多經驗的前五名 對 沒錯 打死怪物會有經驗 那大家還知道其他獲得經驗的方法嗎 今天秋風一口氣全部告訴你 打怪有經驗我們就不說了嘛 第二個獲得經驗的方法就是挖礦 只要挖這種掉落物是物品類型的 不是方塊類型的 我們就可以挖出經驗 像是煤炭阿 紅石阿 青金石阿 那鐵礦呢就不行了 然後還有鑽石 綠寶石都可以 這邊特別要講的就是生怪箱 挖了也有經驗喔 地獄石鷹也是有的啊 挖出來不是塊狀的 像這個 這個就是塊狀的嘛有沒有 塊狀的 這個就沒經驗 當然你說鐵礦真的沒有經驗嗎 不是 他拿去燒就有經驗了 放到熔爐裡面燒燒燒 這一個鐵礦就可以產生經驗 當你燒出來的鐵錠 拿出來的瞬間 他就會有經驗值 噴飛到你的身上 其實燒蠻多東西都有經驗的 像燒鐵礦金礦 啊任何的礦物其實燒了都有經驗 然後燒黏土 燒食物 燒仙人掌 還有什麼燒海綿木頭 還有什麼 燒一些裝備 對燒完 都有都有經驗 第四個可以產生經驗的方法呢 就是 繁殖了 讓動物們交配 生出小動物的時候 就會順便 順便生一些經驗出來 第五種產生經驗的方法呢 就是 釣魚 釣魚呢 也會有微量的經驗 欸 釣到了 不論你有沒有撿到這一條魚 都會有一點經驗 到你身上 接下來這一個獲得經驗的方式 非常直觀喔 打破 經驗屏 把經驗屏丟在地上之後 就有微量的經驗 跑出來 經驗屏可以在 乘船 和掠奪者前哨站裡面找到 或是用交易的方法 也可以獲得經驗 說到交易 沒錯 村民交易 也是直接會有經驗的齁 接著我們來講一個 比較少人知道的 獲得經驗的方法 叫做完成挑戰進度 什麼叫挑戰進度 這個叫做普通進度 那我們的挑戰進度呢 就是這種 那種哩哩咖咖的這種 就叫做挑戰進度了 完成這個進度 會給你五十到一千不等的經驗 最多的那個經驗叫做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一共會給你一千點的經驗 不過 可能是因為那個真的很難完成 所以給的特別多 有沒有 像是以牙還牙這種 比較簡單的 就是五十點 接著秋風講一個 更少人知道的經驗獲得方法 叫做修復移除附魔 對 你把原本有附魔的東西 移除掉附魔 也會有一點點經驗 我覺得這個移除附魔能獲得經驗 應該比剛剛的挑戰進度更少人知道吧 秋風講到這邊呢 就是正常生存下能獲得經驗的方法啦 當然不正常的還有打指令啊 或是叫你的朋友給你經驗啊 其他雜七雜八的我就不講了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